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館长 还有焦大校区还有阳明校区的 我第一次在这种场合来做演讲 那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介绍我的 应该算是研究成果了 其实花了我十多年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在学校讲 所以我可能也把一些过程 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叫做DIYCoin DIYCoin是我研究所的产品 我们给它一个这样的名称 那因为从2016年公告到现在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在Google你只要打DIYCoin 其实大概都会找得到我们的网站 虽然我们还不是知名度那么高 不过打DIYCoin大概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 好 那DIYCoin为什么要开发这个东西 以前我都开玩笑 我是在还工的园艺系 我现在在种菜 种什么的 那我学还工的干嘛要种菜 那其实它跟还工很有关系 那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 台湾的三大环保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乐岛效应 好 热岛效应 台湾的热岛效应算是蛮强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台湾的热岛效应造成高温都不是发生在台南高雄 我们都以为台南高雄比较热 但是它高温都不是发生在那里 好 主要就是热岛效应是造成的这个原因 要解决乐岛效应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绿地 但是台湾很困难 台湾人口密度太高 所以你要弄绿地很难 那既然没有绿地可以弄 那就只要去借 像屋顶借 像省一地去借 所以它第一个目的是 希望能够去创造绿地 那创造绿地也有节能减碳的效果 这在原来的绿屋顶 那第二个是全世界之二 我们用的回收瓶非常多 我们一年大概用了几十亿的回收瓶 台湾一年用了几十亿的回收瓶 那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英国的卫报曾经报道说 一分钟可以用掉一百万个 所以也有人讲说 回收瓶可能是气候变迁的 另外一个很恐怖的问题要解决的 然后第三个是台湾现在的问题 台湾因为对岸有猪瘟的问题 所以导致我们的厨余不能够去喂猪 不能去喂猪 所以厨余的处理意义就造成 一个很大的处理的问题 韩国比我们好很多 它现在已经九十几percent了 当然我们现在厨余不能喂猪以后 就产生蛮多的问题 那其实主要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那十多年前 我在国外看到绿屋顶 绿屋顶其实不是高科技 是很传统的科技 非常传统的科技 那我在国外看到绿屋顶 那我就觉得很好啊 台湾的热岛效应 你竟然没办法创造绿地 就是跟屋顶借地 那时候看到绿屋顶有很多效益 隔热节能浸碳 赶岛造造音啊 很多我一看我就觉得好棒 我就开始做研究 但是它有一个大缺点 我做了三年以后 我那时候拿科技部的计划 但是我的结论是它不适合台湾 为什么不适合台湾 第一个在做绿屋顶 全世界都会follow一个国家的手册 就德国的手册 德国做绿屋顶做得很严谨 德国人做事很严谨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手册 那在他的第一页里面就写 你要做绿屋顶要做好防水 为什么要做好防水啊 因为你要灌溉啊 你不做好防水怎么做绿屋顶啊 那台湾你只要听到防水 大概十个有九个会怕 台湾容易有地震区嘛 所以重一震就可能裂掉 就要就会漏水啊 这是第一个在台湾它的大问题 就是它需要防水 它需要做防水才能够做绿屋顶 那这个在台湾不太容易可以接受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这是我学生有一天跟我讲说 我们来做实验嘛 然后就take data 那结果实验有一天 那个学生跟我讲说 老师啊 你屋顶下面的温度比较高 我说你是不是玩电动玩具啊 搞错了 是不是不小心把那个线接错了 他查了老半天说 没有老师我没有 我没有错 那确实你屋顶下面温度比较高 那我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后来去查查真的没有问题 他线也都没有接错 但是为什么会比较高 我就想到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到哪里还可以看到立屋顶呢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芬兰啊 去德国啊 还看得到北加州啊 寒冷的地方还看到很多立屋顶 就上面有一片草 那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保温 它的目的在冬天可以保温 台湾可以保温吗 台湾不能保温 热热的要死你还可以保温 所以它会有一个晚上没办法散热的问题 没办法散热的问题 那所以导致在晚上的时候 它因为没办法散热 所以温度反而会比较高 那你没有一屋顶的 它可以散热 所以温度反而会比较低 这是它第二个在台湾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它会有污水 为什么会有污水 你要做立屋顶 你要种菜 一定要不要灌溉 一定要灌溉 你要不要施肥 一定要施肥 水就会带出的泥沙 带出的淡铃 肥料里面的淡铃 也是一种污染 那这三个问题是导致我的结论 是说传统的立屋顶 其实不太适合台湾 那我就很失望 做了三年 结论是不适合 不适合 后面有几个是共同的一些小问题 我就说今天时间不多 我就不讲 台湾的绿地 其实可以看台北市的数据 台北市在2010年有做调查 它是5.11平方 那时候 在2009年的时候 欧洲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 但是欧洲最少最少最差的都还有10平方 所以我们跟的跟叉叉叉很多 但是也不能怪我们 因为我们看能口密度 在2015年的时候台北就快1万人 每平方快1万人 现在有没有破位 好久没去查了 你看这个高温 这是高温的数据 这是高温的数据 台东在2004年有超过40度 但是台东比较不一样 那是焚风所造成 这是地形造成 这不算 那其他的高温 你看台中是在39.9 新竹也发生过 2009年那时候8月的时候 39.4度 我还记得那一天非常的 台北39.3 一直到最近南投40 其实台湾还算不错 没有破40 那个中国大陆的沿岸都已经破40 东京旁边也都破40 很多地方可能都不止40度 都还常常见 台湾还没有破40 这还算不错的地方 但是这也因为温度越来越高 灯格勒在北发了 那个赖金归在家 他说灯格勒在北发了 往北来 所以新竹也有灯格勒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热岛效应所造成的 高温反而在这个地方所产生 那你要解决热岛效应 就必须要有利地 必须要有利地 那这是我们的升温的情况 其实台湾的温度上升 比全世界的平均还要高一些 那我们看 每十年大概增加0.14度 全球的平均值是0.074 不过这两个值 说实在不能比较 虽然很多人用 为什么不能比较 因为全球的平均值是海海洋 海海洋 那所以这两个值 其实不该比较 它不是在同一个基准 后面中国大陆和日本和韩国 就是分别是这样的数据 那中国还是0.081比我们低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有云南 还有新疆 还有一些 不算是都市化很高的地方 所以平均下来不算很好 但如果是沿岸 绝对比我们还高 那日本是0.113比我们低一点 韩国比我们高一点 但是这是百年的数据 我们如果看30年的数据 我们上升是0.29 所以是百年变化的两倍 比较现在的温度的上升 比以前更快 虽然要解决它需要立地 但是我们很难有立地 所以必须要去创造立地 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其实如果用600cc的宝特瓶的重量来算 我们大概一年用到45亿只 那个回收瓶 这全世界共同的问题 那其实这些回收瓶也都有回收的管道 但不管怎么样 它其实都要用二次的人员再去做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拿来就用 那DIY固定就是一个拿来就用的一个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厨余 厨余那现在都喂猪 那也不适合进魂画炉 那所以现在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的设计目标 在那时候在订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订的是小五的学生 小五的学生 我希望我的东西能够让小五的学生就能玩 因为我在做三年立屋顶的时候 都是看着工人做 我觉得很不好玩 因为我也不是园艺的专家 所以那些立屋顶的职业 都要请工人来 我告诉他怎么做 但是我付钱请他做 我没办法做 因为我不是园艺的专家 我觉得这样不好玩 我希望能够创造一个 让小孩子就可以玩 那我的目标是小五的学生 但是现在我刚才跟馆长也聊了说 现在已经到幼稚园 因为小四看到小五在玩说 我们也可以会玩 我说好啊那就玩一玩 就一直玩到小一 玩到小一我也蛮压抑 就玩到小一 一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竹北的幼稚园来找我 说他也要玩 我说不可能啊 大班拿不动 小一都有一点勉强了 大班拿不动 有他回答我一句话很有趣的 就是说两个人班 两个大班的就班得动了 中班也还可以 小班不行 小班倒不是说力气不足 而是听不懂 他还听不懂 我们再讲个东西 所以现在其实幼稚园也在做 那最近那个竹北又在种草莓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设计一个让小孩子 这个是一个桃园的使用者 六岁的小孩子在玩 那那个我跟他讲说 你照片可不可以借我用 他说可以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这是一个六岁桃园的一个使用者 那我希望能够 当然要改善所有刚才讲的 六屋顶的缺点 六屋顶的缺点 不要有六屋顶那些缺点 然后成本也比较低 然后也能够弹性扩充 也能够种菜 其实传统的六屋顶分两个 一个叫后层 一个薄层的 薄层就是20公分以下的 通常都是十几公分 那个通常都是做耐旱植物景天科 那后层的 通常都是要事先规划 我们竹北有一个 一亩田盖的大楼 它号称一根房间有一棵大树 一棵大树 那竹北有 不很贵 我买不起 那个一定要特殊设计 而且造价很贵 所以一般都做薄层的立物顶 薄层的立物顶 但薄层的立物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只能种那些耐旱植物 不能种菜 不能种菜我觉得就不好玩 你不能种菜 就不会想去利用它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种菜 我其实现在也不只种菜 我连芭蜡都在种 大家都很讶异 有空可以到环工馆来看一下 希望能够 一个农园能够在家里 就能够建起来 我的目标是希望 一个家里 甚至一个阳台 就能够做一个循环形农园 目标是这样 然后D为附的 当然设计的过程 就用3D列印 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 因为我的第一个3D列印 是图书馆帮我印的 图书馆那时候有3D列印机 我没有 我就画图请图书馆帮我印 现在我有了 那时候我没有 那这个过程里面 就做了很多的设计 那其实有20几个版本 改了非常多 现在也不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样子 像这个盆子都改了 大概25、6个版本 蛮多版本 包括这个框架 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 当然有很多原因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再详细地谈它 当然也做很多实验 说实在 我不会种菜 在做这件事以前 很丢脸 我连青江菜那时候 都还不会认 大概7年前 我连青江菜都还不会认 当然现在已经种 四五十种菜了 现在已经 可以教你们种菜了 没有问题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来做实验 也请教很多人来教我们 那DMI鼓励 解决了 不用防水的问题 因为我们离开屋顶 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 它离开了屋顶 所以你不用防水 不太需要防水 然后夜间的散热比较好 刚好我有一个朋友 是建筑师 他说建筑师常常会用 一个空气层来隔热 那我们塑造的 就是一个空气层 让它隔热效果会比较好 而且晚上能够散热 因为你有一个空气层 就能够散热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 它的问题 那也不会有污水的问题 因为水都进大部分了 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 还是有一点会露出来 但大部分会进到 回收坪里面去 所以它不会跑出来 所以有机会到环工来看 其实我们的园区是蛮干净的 你就不会有一些 污染的东西跑出来 所以它蛮多的特点 你可以隔热 为什么可以隔热 因为溜顶原来的 也能够节冷 因为你上面隔热 下面冷气就开得少了 那当然你就减碳了 那零食物里程就是 最好的东西就是自己种 在家里自己种 其实你到市场买菜 菜是要运到市场 其实都有运输的油料 成本这些东西 最好的环保的菜 就是零食物里程 在家里自己种 然后你能够减少 都市的热老效应 然后可以回收雨水 在新竹我们如果用大宝特瓶 可以用一个月以上 可以用一个月以上 如果一个月以内 有下雨的话 你就不用加水 我曾经种过一个玫瑰 九个月一滴水没给它 它活得好好 花开得很好 不过新竹这几年不一样 新竹现在真的会 一个多月不下雨 所以我还是得加 我们那时候种玫瑰 是在大概四年前 那时候新竹很少 一个月不下雨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南部有可能 但新竹这两年 有了 这两年好像今年也有 都有超过一个月 不过也还好啦 就是你不用撑那么长 就偶尔加一次水 你不会有污水的问题 那你因为 零屋顶其实也可以减少 低频的噪音 空气品质它也能够吸附 当然也改善了生态环境 然后刚才讲的 夜间的散热就越好了 然后你可以在家里 或是在社区 在屋顶在平地 就可以建造你的荣源 你可以塑造你的可食地景 如果放在屋顶 可以延长屋顶的寿命 屋顶的寿命 我今天没有时间细讲 其实那有照片 我那时候拿掉的时候 是有很明显的 有立屋顶的它 跟没有立屋顶会差很多 那你也堆一些油气的空间 那你美观的价值 那也不会养蚊子 为什么 水都在瓶子里面 水没有跑出来 然后顶楼的住户会受益 其实台湾坐立屋顶 顶楼会怕 怕漏水 但现在DIY固定的东西 水会进到瓶子里面去 如果是小宝特瓶的话 大概一年的雨水 75%是进到瓶子里面去 如果是大宝特瓶 可以到84% 85% 还是会有一些会露出来 因为台风来 台风雨很大 台湾雨很大 常常有人会问说 我用瓦特瓶 台风会不会吹倒 我一开始研究的时候 也怕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新竹曾经有一个霉基台风 中度的霉基台风 这几年都没有强度了 那霉基台风来 前一天我们那个陈先生跟我讲 刚好师傅 你要不要保护一下 我说等它等好久了 结果霉基台风来 我就跟我的学生讲 你千万不要去动事故现场 就第二天 万一被吹倒了 要找我来看 结果我们第二天来看 居然是好好的没事 我也很压抑 因为霉基硕实在蛮大 中度接定强度 那新竹风大的地方 它居然没事 后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想到它为什么会没事 第一个台风来的时候 都是先下雨 不是风先来 是先下雨 外环先下雨 所以它的瓶子都已经灌满水了 水很重的 土里也很重的 大家让它互相靠住 它不会动 所以我们很压抑 它竟然没有事 但强度台风 新竹没有了 所以现在也不晓 它能不能度过强度台风 我觉得可能也OK 所以它其实现在 也在国小很多地方在用 有些老师知道的 就来用 其实我们希望建立的 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 一个典换 我们希望你家里没有废弃物 它整个过程里面 都可以利用到 都可以利用到 你可以种菜 菜可以给蚯蚓吃 蚯蚓又产生肥料 产生肥料 那你也可以在养鸡 养鸡的蛋 蛋壳还可以当肥料 其实植物也需要钙 不是只有蛋淋甲 所以这整个循环是可以循环 我们的鸡舍 其实跟人家不一样 养鸡其实最怕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臭 对不对 很多东西臭 我们的鸡舍不会臭 然后第二个是要清鸡份 我的学生第一年做的时候 一年没有清鸡份 都没有问题 都不用担心 然后你也不用防水 然后你可以大量弄回收瓶 因为水都被你用了 所以你自来水就用得少 除非是一个月雨上不下雨 你也可以弹性扩充 小孩子和老人家 长者都可以用 而且维护便利 其实我怎么讲 就是懒人种菜法 我种完菜 电子系的同仁就跟我讲 我这个是懒人种菜法 因为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维护费便利 当然希望把回收瓶都能够带利用 我们大概九成以上的回收瓶 现在都能够再利用 它大概适用的是像大宝特瓶 这最好 因为它容量大 最好的是好像多喝水的2.5公升 那当然小朋友最容易收集 那当然也有圆的 还有另外像易美的牛奶瓶 现在也能用 不会统一的不能用 因为统一的盖子 只有统一可以用 它自己设计 我本来也要做玻璃瓶 那我的对象是金门高粱 因为金门高粱 大家喝了很多 那我就去问金门高粱 你可以不会给我盖子 所以这易美的图给我 我就可以有办法去做 我不用自己画 那我本来现在要跟金门酒厂要 你可不可以给我盖子 我本来以为没什么问题 就它不肯给 后来它跟我讲说 它有防伪的功能 金门高粱要有防伪 防伪的功能 我想就算了 就没有做它 不过玻璃瓶我们到现在也很少用 其实海泥根 红标 红禄都可以用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重 容易破 第二个是它容量 通常不会有两公升那么大的 酒大概一瓶一公升 就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可以用 但是我们说时代 只有我们实验室自己用 这个就是在图书馆印的 特别找出来 这是图书馆印的 那时候跟我收12块而已 那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图 我自己画的图 根据宝矿粒的盖子画的 这12块是我画的 那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盖子了 其实宝特瓶的盖子 全世界还蛮多的 大概有三四十种规格 不过台湾还好 台湾主要是这两种 那义美当然是这一种 义美适合光泉 福乐 现在这三个盖子 大概是已经 应该有九成台湾的瓶子都可以用 好 第一 再来是引水条 我们其实这个设计的关键 要感谢这个引水条 因为我们是用瓶子 我们其实不是水根 有人都认为以为是水根 不是水根 好 我们是土根 好 所以水要引上来 好 引上来 那一个宝特瓶大概31公分 你要把它这水引上来 要靠毛细现象引上来 台湾的不支部很困难 台湾不支部我找过以后 最好的只能引17公分 好 所以这种时候就很困扰 我找的这块布 大概花了九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时间 这块布是德国的专利 不是我开发的 但是它对我的东西 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影响 发现它也不是直接找到它 是在台南有一个康纳乡 他其实那位学弟寄给我 大概快50块布了 就说他寄来我实验 说不行 他就是寄来寄来寄来 一直到最后他给我一块布 说高老师这块布行 不要来找我了 那我的学生就赶快做实验 到九点多 然后九点多的时候告诉我说 老师可以耶 我好高兴赶快跑去 结果看到做实验 那个实验要做75分钟 就待到那边 待到十点多 本来想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学弟 但太兴奋了 终于可以用 那第二天我问他 结果他说 那个好 高老师我给你两公尺 我说两公尺怎么够啊 我至少要两百公尺 你怎么可以给我两公尺 他说不行 他们只有三公尺 只能给我两公尺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是人家的专利 不过还好他知道德国是哪一家 所以我们就辗转去找到德国的这个厂商 给我们这些 他其实是台湾最贵的布置布 他用在哪里 实验的防满枕头 还有半导品的擦拭布都会用到他 他是蛮贵的 但还好我不是要来做衣服 我只要一个细细的一长条 所以还OK 那这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保护层 一个保护层这样盖住 现在不是绿色 现在改成黑色了 改成黑色 那这个目的是防止那个瓶子里面去长藻类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一下我们的网站看一下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那还有用到一个底层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设计的基盘 这有一些怎么讲 就是有一些原因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 那其实在设计这个的时候 厂立屋顶的合作厂商 他一开始跟我讲要做50x50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 因为对他方便 50x50他施工很方便 他们的施工大部分都是50x50 但是50x50我一想 我连我都拿不动了 所以我就否决掉 绝对不做50x50 他就改做30x30 那做了第一版30x30以后 找一个小五的学生来拿 他拿不动 最后才改成25x25 25x25 那这个基盘的设计 其实它是好像乐高一样可以拼的 通常我们是拼成矩形 或是顶多是这样的摸字形 类似这样的东西 不过有一个学校很厉害 他说要拼字 所以他拿去排字去 可以排得无限大 你要变多大就不大 不过有一个限制 如果你要种菜你要维护 所以一般来讲是不要超过一公尺 否则你手会碰不到 但是小学生这个不一样 小学生甚至于要75公分 小四以上75 如果是低年级的就是50公分 这是我们第一张照片 那请人家帮我们拍 拍得蛮漂亮的 但现在已经不用它了 因为那时候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这个瓶子里面 因为有光照进去 所以大概六个月到九个月之间 它就长蚤泪 那就很讨厌 所以我们现在是全盖室 已经看不到了 但看不到又看不到摆透瓶 就整个意念上又不见了 那这是我们的盆子 这是我们的盆子 有一些特色了 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单盆的 单盆的体验组 就像这个样子 叫单盆的体验组 里面帮你准备好肥料 准备好饮肥 准备好种子 你回家找四个瓶子 就可以种起来 然后三十几天后 你就可以吃到菜 当然有一个先决条件要注意 就是要阳光 植物一定要阳光 千万不要以为阳光大 对它不好 这错了 阳光越大 种菜越好 在新竹用青江菜种的话 二十几天 在夏天就可以收成了 最近在雾峰上大学种 他们的阳光也很好 他们竟然破我的纪录 十八天就可以收成 曾经有一个台中的使用者 他说怕太热把它移到阴凉的地方 错了 植物最需要的是阳光 阳光要够好 那这就是低维富种菜法 什么叫做低维富种菜法 水不用加嘛 你水可以不用管 用大回收瓶 一个月可以不用加水 然后你用饮肥 饮肥其实是最好的肥料 天然的肥料 而且它富含很多微生物 而且是一个长效的肥 其他的有机肥 可能一开始不能用 在播种的时候不能用 饮肥可以 它不会有肥伤的问题 所以它只要第一次放下去 就可以种 所以我们在种这个的时候 我那时候命名低维富从菜 结果那个崔教授跟我讲 你这个是懒人种菜法 就是水放上去 饮肥放上去 然后就等收成 而且它还是一个低维富的 你不需要有土地 你就可以种 你在你的阳台 在你的屋顶 露台都可以种 而且可大可小 刚才是一盆 这就是四盆的样子 也可以八盆 这八盆 这个是最近才种的 刚才招扬了 它十八天就长这个样子 其实我刚才没有讲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 我的学生也是理工科的 不会种菜 其实在园艺里面 不会种成这个样子 园艺如果种成这个样子 它应该在早期就要苏苗 要苏苗 它们叫尖拔 我一开始也听不懂 什么叫尖拔 其实就是苏苗 因为你的植物不能太密 太密会一起长不好 一起长不好 那我这位赵大哥 我的学生赵大哥种菜 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虽然一开始 袁毅老师有跟他讲 你要苏苗 结果他忘了苏苗 但这是一个错误 美丽的错误 你这样长得很好 所以证明饮肥很好用 非常好用 所以我们后来都 如果你用饮肥 我们都说随便饮 所以这个也是随便种 这也是随便种 所以它也是 没有按照苏苗的动作在种 刚才讲 这是土木系在种菜 土木系的学生 我们在服务学习里面 有让大家种菜 他们种得蛮高兴的 还有上电视 上那个新闻里面去 那这是竹北的老师 也有防虫网 因为我们本来 你如果种一些青江菜 小白菜 虫一定会来吃 我们喜欢吃 虫也喜欢吃 所以你必须要有防虫网 那我们一开始 买不到防虫网 只好自己设计 这也花了三年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花了三年去设计 然后也可以种各式各样的花 花卉 那这是竹北的一个老师 他种那个湖山蜗巨 就是大木妹 现在不适合 用这个大陆妹银撑 其实一开始种的时候 我跟他讲 一盆一株就好 因为大木妹很大 长得很大 结果他就实验种两株 他实验种两株 也一样长得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都千里面 可以种两株 大陆妹也可以种两株 然后也可以种小番茄 这其实是一个南部的一个学校的要求 希望用我的东西去种小番茄 那我说我们没种过 所以我们就自己实验一下 还不错 还可以种 没有问题 那也种过很多东西 在我们网上有写 不过我们现在新的都没有放上去的 因为已经太多了 然后再来我们就改框形 在框形的目的是这样 刚才那个盆子只有15公分高 我不可能用它来种巴拉 不可能 但这样就少很多东西可以玩 我觉得不好玩 所以就设计了这个叫框形 现在颜色是深咖啡色 像这个颜色 它的差别是什么 可以双层 这可以双层 像这样可以双层 这是一个通宵用我的东西的一个老师寄给我的种子 它叫做通宵彩虹玉米 它就寄给我们就种了 还蛮好吃的 还蛮好吃的 那就用这种 用这样的方式 那因为这可以双层 巴拉我们用到三层 巴拉用到三层 我们现在在试四层 种泡胀花 所以你可以种的东西就多了 就比较多了 那可以种这样 像青椒啊 番茄啊 都可以种了 那这个是 这说实际上也是错误示范 像这个县菜都已经太老了 因为学生不会去拿来种 这株就是巴拉 这一组还在 这个巴拉 这个是茉莉花 那这个中间那时候是种田菊 这是种菜 这一层是种菜 那这个框形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高 高的就可以种很多东西 在屋顶三层还不是问题 但是四层说实在我不敢 我四层现在就放在这里 这里我不敢放四层 因为怕太重 怕太重 那也可以像这样再去种其他的 爬藤类的东西 像这个瓢瓜 就是用这样的一组来种瓢瓜 你搭个网子就可以种瓢瓜 那也可以做绿屋顶 这个在子宫系的地方 这是传统的绿屋顶 那一样下面是瓶子 这中间是榆心草 旁边是香草 也种了蛮多东西的 我们三次种过苹果 苹果很漂亮 有一天我在园艺行外面看到一颗苹果 我问老板 真的我们可以种苹果 因为苹果在我的印象中是在温带寒带 不会在种亚热带的地方种 他说可以这个可以 我就买回去 就种下去 没有理他 就让他自己长 结果他长得好漂亮 我po出来大家都说好漂亮 然后有一天我就找四个学生来 我们来试试看 就把它切开了 切开来吃 但我们五个人一致认为好难吃 那个苹果还是要知道怎么种 才会种的好吃 然后就需要蝗虫罩 因为没有市场上没有适合我们的防虫罩 不过这个使用者 这是使用者自己搭的 自己会DIY 其实可以买东西来搭的 因为我们这上面有一个孔 它可以搭 盆形没有 但是框形有 有这样的东西 好 这个是很多人喜欢 有三个环保局长都说要跟我订 很漂亮 我们现在logo也用它 一个台湾 但是我没有接受 虽然我有3D printer 但是没有很多 那时候 做这个时候只有两台 但是印一个难头要印38个小时 这3D电影很慢了 要印38个小时 所以我如果要印这个台湾 我要花一个月 我说我不接着 我玩一次就好了 不过最近有一个基隆的小学要玩 今天小学可能要玩了 还在讨论 那我说不好吧 这个要花好长的时间 除非你有很多3D电影机 结果他跟我讲说他们有一教室的3D电影机 吓我一跳 我说一个小学就有一教 他说什么数位学习的重点学校 所以一教室 我说有一教室你就可以玩这个 我如果有19台我就改 因为再两天就印完了 我没有那么多台3D电影机 所以没办法 那这个其实都拆掉 因为已经三四年了 那这个是新竹 这个是金门 金门已经送到金门去了 这个比较少人用 其实任何容器都可以用 下面挖一个洞 把那个银水疗放上去就可以用 不过这只有一个小学用过 大部分老师还是不愿意花这样的 这么多的时间 这比较费工了 说实在费工 好 那再来我们的新端性农员 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蚯蚓的部分 蚯蚓 其实是达尔文讲说 我们地球上最有价值的生物 它的肥料其实有很多好处 倒不一定肥份很好 但是它因为富含很多微生物 很多东西 它会让你植树比较健康 好 那你家里的 现在有厨鱼的问题 其实生厨鱼可以拿来喂蚯蚓 就产生肥料 好 产生肥料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蚯蚓饰养箱 用框形去设计 那其实设计还有要开发一个方法 传统的大部分的蚯蚓饰养方法 要取那个饮肥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去做一个回制型的 基本概念就是你用食物喂着它跑 喂着它跑 它跑到这边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取这边的饮肥 会比较方便 会比较干 那这是蚯蚓的饰养箱 它可以把厨鱼吃掉 然后产生肥料给你用 它是很好的肥料 那这是我们DIY固饮的第一代 然后第二代 第三代 再也没有拍了 现在台湾已经拆掉了 因为旧了 那其实我们在原设计是给小五的 但现在连幼儿园都在玩 那基本上的概念是要变成一个循环型的农园 就是你可以种很多东西 蔬果啊 然后你可以给蚯蚓 我们还在开发黑水盟 可能还要一年才会公开 然后你可以给蚯蚓吃 才会产生肥料 然后可以去喂鸡 然后鸡产生的蛋也可以当肥料 然后储藥种 就希望它变成一个循环 你在家里就可以几乎变成一个 凝费器的一个循环型农园 那这个整个发表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表 五年前我们最近还想再发表一次 因为循环型农园做完了 那这就是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疫情的阶段那时候 新闻来采访了 那比如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援党 我其实做了三年的立屋顶的研究 然后我就把它拆掉了 就把它拆掉 那你其实拆掉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是没有立屋顶的 这是有立屋顶的 你会明显看到屋顶其实是被保护住的 虽然国外有paper说能够延长40年 这三篇都有写到 但是我找不到为什么是40年 它没有交代这一点 不过它确实有保护作用 保护作用 好 再来我希望介绍一下那个基色 那基色我们现在基色设计的时候 我们下面是放饮肥 那我们的基色其实在设计的时候 我给我的学生的要求就是 我要出去玩一个礼拜不要理它 基色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 它会臭嘛 很多机场都被抱怨会臭 那为什么我们的东西不会臭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它的地点铺了饮肥 其实饮肥并不是肥份好而已 它里面富含很多微生物 有益的微生物 所以它对植株好 那同样的它铺在它那个下面 那鸡份落在它下面的时候 很快就被它分解 所以我们养两只鸡 它的就被它分解 几乎闻不太多的味道 有兴趣可以来宽工所看一下 闻一下 你几乎闻不太出来 然后清鸡份很麻烦 但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循环系统 微生物在里面成为一个自己的系统 所以我们第一年是一年不取 像同学在玩的 指尖在玩的时候 一年都没有取它的鸡份 现在我们有取 为什么 因为它的肥料超好用 超好用 饮肥再加上鸡份 它出来的东西是很好用的肥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是水平 6公升的水平 6公升我们用红吸眼里来做 可以9天不要理它 你加一次水 9天不要理它 左边这个造起来 这个东西其实 在市面上很多 养狗养猫的自动喂食器 养猫养狗都有 那为什么把它造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在阳台 那下大雨来的时候 把它第一个把它打坏了 因为它说电子产品 碰到水会坏掉 所以这个现在造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在解决蛋的问题 那上礼拜成功了 其实我们这个鸡舍 三年前就做出来了 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公开 其中一个最没想到的问题 就是蛋 蛋鸡真的很会生 每天生 我真的是觉得到现在 都还觉得很讶异 它可以每天生 就两只鸡就每天生两颗蛋 那生两颗蛋以后 就会有一个大问题 你要剪蛋 你不剪蛋它就是 鸡会窝在那边孵蛋 那就不生了 那这样不行啊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实验 叫什么实验 滚蛋实验 真的是滚蛋 就是让蛋滚下来 那我们上礼拜 那个就前几天 发现它真的可以滚下来了 可以滚下来 滚出来以后 我们就真的可以 一个礼拜不用理它 可以九天 因为这个可以到25天 然后现在可以滚蛋下来 那这个是九天 所以现在 鸡舍真的达成我 原来设定的目标 就是你可以离开一个礼拜 因为我的东西 如果说你把我绑组 我不能出去玩就不好玩了 就不好玩了 所以它现在可以做 那我们现在也在做黑水蒙了 黑水蒙 因为我们刚才讲厨鱼 厨鱼其实 蚯蚓只能吃生厨鱼 熟厨鱼就是 会有油和盐 其实蚯蚓不是不能吃熟厨鱼 它是不吃油和盐 有油有盐 它不能吃 所以厨鱼里面有一部分熟厨鱼 不能够给蚯蚓吃 那这部分要靠另外一种生物 就黑水蒙 黑水蒙 那它的样子其实很像苍蝇 大苍蝇 不过它其实是很好的生物 它不会去骚扰人 不像苍蝇会来骚扰你 它不会来骚扰你 你进到那边 它不会飞到你 我们曾经进到一个 黑水蒙的一个大园区里面 你进去 没有一只会来停在你的身上 不会 它其实是很好的育虫 跟蜜蜂啊 蚯蚓啊 都是很棒的 它可以去消化我们的厨鱼 不过这个大概还要一年多了 还要一年多才能出来 那我们现在也在设计一个室内的 这是一位土木系 一个杨教授已经退休了 他有一天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 那你有没有室内摆 因为他常常要出去玩嘛 出去玩家里的植物怎么办 还是要浇水 还是在浇水 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发室内的 其实已经成功了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我们做的不漂亮 那要放室内就要够漂亮了 所以现在在设计漂亮的版本 那应该学生最近弄给我一个树干型 看起来还不错 还蛮漂亮的 那我们现在要找厂虾 看看怎么样来做它 就是解决室内的版本 其实还少一块了 还少一块就是鱼菜共生 那我们要设计的鱼菜共生 跟传统的鱼菜共生 它们不太一样 第一个 它是会靠蚯蚓 蚯蚓产生的水 其实是很好的水 桃园有一个龙园 如果你去找它的话 它常常会弄一杯 请你喝 我不敢喝 它说那个叫地龙水 他们夫妻喝那个水 很多病都不见了 很多病都不见了 不过说实在 我们还是不太敢喝 但是蚯蚓的水确实是很好 你可以来喷植物啊 施肥啊 很多东西它可以用得上 所以它的整个循环 大概还缺 室内行政其实已经成功 这个版本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觉得不好看 你要放室内就要过好看 它其实好处是什么 可以90天不加水 那学生做实验 90天就不 看可以多少用水 就不给它水 它可以90天 可以做到90天不加水 那就很方便 你去环游世界 回来都还OK 所以这不是问题 但是它不够漂亮 因为我们理工科的 要做漂亮 就有点困难 另外还有一个 买土型的正在设计 买土型的另外一个东西 我还有三年退休了 在退休前能够把它统统搞定 那我今天大概就介绍到这里 不晓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你那个防虫 就有那种防虫罩 那除了防虫罩 还有用别的去防虫吗 如果种菜那些的话 防虫罩本身是没有啦 防虫的方法非常多 非常多 要针对什么虫 其实防虫罩也不是百分之百 有的虫小到很恐怖的小 于是牙虫很小 但是它还是会有效果 大部分的虫被挡住 那防虫罩其实很简单 就是造起来 让虫不要进去 当然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你的土里面不要有虫卵 你如果土里面有虫卵 那就没用完 你造了它也没用 另外一个就是尽可能要把所有的缝弄起来 我刚才没有给大家指出来 就是我们在浇土布系种的时候 因为我们用的场地是屋顶 其实屋顶很少是平的 就凹凸不平的情况 所以下面就会有缝 所以我们要用布把它塞起来 那防虫罩 大部分情况都OK 我们用的是40目的 比较细的网子 我们感觉到目前实验来讲 当然它设计上 其实有一些必须改变 因为传统在外面买的那种 蝗虫罩用的那种圆的杆子 下面是镂空 那有虫就会进去 所以我们改成用方管 方管就是可以跟地贴屏 那就是为了我们的东西去设计 谢谢高教授 这个很精彩 像我们退休也是在想要回去种田 我想出来种田 那个想请教高教授就是说 那个泥土那一部分 是这边是用蚯蚓的那个饮肥 那也是如果一般也有能够在 例如说在苗栗那种乡下的那个泥土 怎样跟饮肥去做混 还是说只能用你的那个饮肥 如果从小有种东西的话 像刚才有一个桃园的使用者 他就是从小乌龙的 那田土其实也可以用 不是不能用 说实在我一直觉得培养土太贵 台湾卖的培养土贵得 最近有一些进口的培养土 就是涨到一包要430块钱 70公升 很贵 那他就会用田土 但田土有一个大问题 因为在是在外面的嘛 那外面的土 其实你就没办法保证它里面没有虫卵 没有虫卵 那当然有很多方法 什么浇热水啊 或是在微波里面弄啊 那那位使用者他比较特别 他有喷枪 他用喷枪去给它扫过一次 田土唯一怕的就是虫的问题 田土可以用 不是不能用 因为本来植物就生长 但是完全用田土要注意它的情况 因为它如果粘性太高的话 就不排水 不容易排水 那通常培养土的那种排水性都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但是就贵了 那跟饮肥可以混在一起 我们一开始是混10% 第二次种大概是20% 这样的方式来种 那可以跟饮肥去结合 那所以那个蚯蚓是自己养 那如果我们在家里的话 要怎么开始养蚯蚓 就在你的阳台 然后你的厨房的剩下的菜就给它吃 所以就是那个生的蔬菜 就是比如说我们主菜剩的一些 通常是挑下来的剩菜 可是通常会很多冰冰箱保存吗 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当时及时用钓 我们现在设计的方法 蚯蚓怎么来 要去买蚯蚓是吗 对 一开始可能要买蚯蚓 好 谢谢 那其实那种蚯蚓在钓鱼店也常看到了 不过不建议买那个 我们通常都直接跟 应该在后里 后里有一家厂商它有专门在卖这个蚯蚓 我们通常是跟那一家去买 买来以后 就是养在我们的箱子 其实我们还没有公开 我们会公开一个试养的方法 用我们的箱子怎么养 我们实验刚做完 一个月的结果做完 还要再一个月的结果出来以后 就会公开 那用我们的方法来养 应该是很满低维富的 如果说你家里的菜 其实就配合你家里的菜来养蚯蚓 你看你家里菜会产生多少 就养多少蚯蚓 这样来配合它就可以 那蚯蚓它就是 比如说一个箱子 它的比例里面 我们现在建议的这一个是25乘100公分 25乘100公分 早期我们用的版本是25乘50 但是发现时间不够 因为我们希望 它走到比较远的地方 这边才够干 如果你还湿湿的 不太好取饮肥 所以我们现在的建议 25乘100 那实验下来也都还OK 25乘100 所以家里只要找一个 25乘100的地方去放 通常是放阳台 放阳台 当然有屋顶也可以放屋顶 就看哪里有地方 里面要几只蚯蚓了 蚯蚓 蚯蚓的数量要多 蚯蚓的数量 如果一个家庭 我们现在是抓300克 300克 300克大概就差不多了 因为你的生厨余不会那么多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就是您刚刚说那个 种菜的那个盆子 然后底下是用回收的瓶子 那瓶子跟那个中间是有一个洞 对 那泥土会不会掉下去 不会 有一个底层 有一个底层是盖在那个洞上面 然后在一个管子 没有管子 就是一个饮水条 饮上来 饮水条 它那个饮水是靠那个饮水条 那个饮水条 饮水的速度很慢 是德国的那个专利的饮水条 他其实赢得很慢 那赢得很慢是对的 其实植物 其实很多初学者在种东西的时候 都是被浇水浇坏了 因为你每浇一次水 它就闷一次 闷太久植物也会哭掉 植物也会哭掉 那水其实它需要水 但是它不需要很多水 只是一点一点的给它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讲 大家都会讲说 这个用到塑胶 会不会有塑化剂的问题 我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塑化剂是错误的名词 它应该叫软化剂 不是所有的塑胶会加塑化剂 第一个 宝特瓶不会加塑化剂 它是PE 另外一个是PP 我们那个盆子是用PP做 一开始我们找厂商的时候 他建议我用ABS做 那ABS可以做得飘飘亮亮 工业用大部分用ABS PU这种东西 但是我一开始就把它回解掉 因为ABS含本 那万一试出来怎么办 当然有人讲说车子会有毒气 为什么 就是里面含本 高热的时候会含本出来 那有两种塑胶是不会加塑化剂 一种叫PP 另外一个是PE 像那个牛奶瓶是HDPE 它也不会加塑化剂 就是硬美那个塑化剂 如果祖父的话 以后你要买放食物的东西 第一个优先选择是PP 你把那个拿出来看一下 一定大部分的高级食材 什么热扣那些 一定是PP做的 一定是PP做 因为它是最安定 最安定 但是其实工业不喜欢用它 因为它的塑性不好 那工业喜欢用ABS 那可以 你画的图长什么样子 它就能做什么样子 所以一开始厂商也建议我用ABS 那ABS含本 万一试出来 我吃进去都不好 那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高教授 这边想要问两个问题 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有点像 很多人在提的 那个鱼菜共生的概念 那我想问说 这样的一个土耕跟那个水耕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那个点 有怎样的地方需要再注意 我的东西不是水耕是土耕 那为什么不要是这样 其实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但是有一个陈世雄校长 他曾经写的一个文章 好长 为什么土耕和水耕它的差异 还有包括植物灯 他认为在土耕里面生长的植物 才会有原来他该有的一些营养价值 该有的营养价值 所以他看了他的文章以后就决定不做水耕 包括鱼菜声声我接下来如果会开发的话 我也不会用水耕 当然水耕说在是不是一定不好我不敢讲 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 但是我曾经看过陈世雄校长的东西 我不是看得很懂 他说有一个什么营养物 在土耕里面才会有的 不是在土耕的没有 所以我并没有用水耕的概念来做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问题是想要问说 现在的那个大楼都是楼层 有些都是比较高的 那在顶楼师做这样的一个循环系统的话 他的那个防风的那个就是重量会不会不够之类的 是不是需要再加一些防护 其实我刚才有讲就是说 其实每一季都没有把它吹垮 那其实我们在新竹其实风算大 我其实一开始都怕它植物长不好 但是我发现植物没那么落小 它一样长得很好 一样长得很好 当然风一直经常风很大是不好 没有错了 那顶楼其实有一个好处 因为那个虫比较少 我的实验一开始是在五楼做 现在也是在五楼 不过现在六楼也有种 因为空间不够 越种越多就种 有种到六楼去了 那六楼的风也是非常大 那那个在高楼的好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虫少 我们其实学生开始种的时候他很高兴 他小时候跟祖父母种菜的 他说我们都没有虫 我说不是没有虫 只是还没来而已 但是前九个月没有虫 九个月以后就开始有虫了 在高楼的部分 如果风真的很大 确实是比较不好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今天我没有把我的一个使用者的照片放上来 因为我还没有征询他的同意 他也是在屋顶上种东西 然后我们在六楼种 那也是种的 那也是风很大 但是没有想象中 它长不好 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它还是长得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植物我的感觉 这几年下来的感觉 阳光是最重要 那个风我是觉得 有啦有影响 应该还是有影响 但是在高楼来讲的话 我有一个使用者也是在十七楼种 不过他是在阳台 也没什么风 至于在更高楼的屋顶 我到现在没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一开始虽然做立屋顶 但我发现大家有屋顶的很少 不是说屋顶很少 而是能够去用屋顶的很少 你们都住在大楼嘛 大楼的屋顶是谁的 管委会的 那你要通过管委会同意 其实有一个社区 新竹有一个社区来三十几个人 来看他好高兴说 要做这个东西 回去管委会就被否决掉 只要有一个人说不行 就搞不定 所以我发现其实屋顶不是 那么容易让你用 除非你自己用 我很可惜就是 台湾其实对立屋顶有补助 新竹也有 但是大部分都只现工部门 这里不晓得有没有高雄的 只有高雄可以补助你家里的透天 来做这件事情 高雄有这样 那新竹啊 新竹市啊 其他县市都没有 老师好 我想问老师 一开始有考虑用那个保利笼吗 保利笼没有耶 没有没有考虑用到保利笼 因为家里附近的邻居好像都用保利笼 没有用到保利笼 其实保利笼晒雨后是不是好 我不太确定了 我没有考虑用到保利笼 其实浇水跟一般一样 不需要把它拿开 你就是一般浇花一样 从上面浇 那多的水就会下去 那有下雨它也会下去 它不会那么复杂 你还要拿开 不需要 比如说我刚才讲 为什么小宝乐笼只能承受74% 因为像台风来以后雨很大 它就必须要一流 其实这里面刚才那个盆子 我没讲 它有泄水孔 它水要泄掉 框形的也有这样的设计 就是你满起来 那个水要让它泄掉 所以种植区是不会淹水 不会淹水 那不是水根 就是水都会让它泄掉 所以那个下大雨的时候 会有一点溢流 装泥土的盆子 对 跟我们订 现在只有焦大人订 而且焦大还有约会 杨明也有了 我其实是很希望 有厂商愿意接 不过它现在还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 因为是有专利的东西 所以我有一次问学校 我们可以自己来做寄宿服务 可以 所以可以跟我们定 老师线上直播有人问问题说 如果那个菜虫要怎么处理 菜虫的处理 其实菜虫很多 比如说我一直想种一样东西 现在都还没种 我想引蝴蝶 引蝴蝶 但引蝴蝶来就会有什么 会有毛毛虫 所以那个菜虫其实很多 菜蛾啊 现在东西 那菜虫的部分 第一个 最好当然就是要加蝗虫照 比较单纯 你把它照起来 虫不进去 这样就比较简单 那如果真的得到怎么办 真的得到也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树立菌 那一些东西 那其实这个 不是每一种虫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那其实大自然 其实是蛮多元的 虫也蛮多的 那有的可以跟你共存 你让它吃一点还好 它不会全部把你吃掉 有被虫吃过 表示这个菜是安全的 那基本上 虫的处理的方式 要根据你是什么虫来决定 同一位读者 他有问说 他有建议喷什么 可以减少虫吗 秋云水也能够防虫 那树立菌也能够防一部分 树立菌是一种有机用的 那至于虫的处理方式 它其实真的要根据 不同的虫来决定 那它还真的蛮多的 但是你不见得会碰得到 因为我们不是在平地上种 不是在土地上种 所以你一开始种的时候 搞不好有好几个月没有 不过说实在 它早晚会来 早晚会发现 你这边有食物 有食物 但如果你那是 比较封闭的地方 就会晚一点 像我们刚才讲的 还工所五楼九个月 其实我们还工所的旁边 还是有大树 但是这样就撑了九个月 没有虫 如果说你的旁边没有大树 都是社区 也许虫来的几率就会更晚 甚至于不会来都有可能 现在有一些使用者就说 它现在还没有虫 那这个十七楼的那个 现在还没看到虫 要飞上去有点难 但是你不要把土自己带上去 那就没办法 那至于什么虫 说实在的今天 那个要讲起来要讲很长 有各式各样的虫非常多 好谢谢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读者 他的问题是 如果是第一次建制环境的话 那个新土壤要如何保持充分湿润 对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要加水加饱和 比如说我们在教你们用种子种的时候 一开始就要加水 把它加到饱和 然后再点播的方式 我们其实也有影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可以用点播的方式去点 那至于水 其实还是要一个礼拜加一次 我刚才讲说 玫瑰九个月不加水 但是原液老师来看的时候 说这样是错的 为什么土壤会变质 那个玫瑰上面那一层的水 其实就归裂那种样子 还因为干很久 他说这样会造成土壤变质 虽然下面的水可以撑一个月 但是原液老师都建议 你还是要一个礼拜浇一次 让它保持湿润 这样土壤比较不会变质 那因为我的东西是从水 是从下面来 所以上面虽然没水 但是一样长得很好 因为水是从下面来 不是从上面去浇的 但是也不能让它干很久 那个土会变质 所以你还是一个礼拜要浇一次水 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的标准的SOP 是一个礼拜要浇一次水 虽然你的瓶子很大 你真的出去两个礼拜没有关系 那我一两次没关系 你真的要玩两个礼拜的时候 那个一次两次没关系 但是平常如果你在一个礼拜还是要浇一次 还有一种情况要一开始要先浇 就是种子 你用种子种它没有根 其实植物是从根部取水 那种子没有根啊 所以你菜的种子拨下去 要等几天 等几天 其实很多老师跟我合作的老师常常会担心说 我给学生用种子种 它会不会种很久 其实那都多余 菜为什么是菜 就是很会长 菜绝对是很会长 像刚才讲那个雾峰是从种子种 十八天就可以收成了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当然新竹会久一点 我们新竹不可能十八天 现在不可能 因为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抓大概三十天 从种子种 所以不是太大的问题 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水分还是现在我们的建议 是一个礼拜要交一次 教授你好 就是刚刚那个鸡舍的部分 就是你有提到说 就是饮肥跟那个鸡粪混合是很营养的 那你们后续有在做什么利用吗 就是种巴辣 就是继续种 种巴辣 原来饮肥已经是很好的肥料了 那跟鸡粪混在一起 它久了发酵以后 它其实肥分更高 非常好用 那那个其实鸡蛋的蛋壳也是蛮好的 因为鸡蛋的蛋壳就含钙 其实植物也需要钙 也需要钙 你种一些番茄之类的 还是要补它的钙 那那个鸡蛋壳就可以扮演这个部分的补充 那时候请问你种那么多啊 你觉得最成功的最好的是吃的是什么 因为我想说第一次种最成功的那一种开始下手 其实蔬菜要有季节性 比如说现在就不能种空心菜了 不能种皇宫菜 时间已经过了 时间已经过了 至于说好不好吃各见仁见智 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像我就喜欢吃A菜 那有人就是不喜欢A菜 那有人喜欢吃无三窝巨 有的人就不喜欢 这很难讲 但是你总是会吃菜 总是有你喜欢的菜 那像我们种的绿蒸菜最近也很好吃 那个它叫塔菇菜 那其实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绿蒸菜 绿蒸菜 那我们最近也种 最近长出来 当生菜啊 都蛮好吃的 那其实种菜蛮好玩的啦 然后自己种的菜 其实是最安心最安全 因为你知道你不会乱加东西 其实我种了青江菜 以后我就不敢到外面去吃青江菜 为什么 我学生在做蝗虫网的实验 那蝗虫网的实验要做对照组 我们知道青江菜小白菜 虫很喜欢吃 所以就有一组是有照蝗虫照 一组没有照蝗虫照 然后它就播上去了以后 我就有第二天来第三天 我就上去看 结果蝗虫网里面已经冒芽了 这一刻空空的 我就把学生叫来说 你怎么没有播种 他说老师不是我没播种 已经被吃光了 已经被吃光光了 那所以我从那以后 我都不太敢吃外面的青江菜 有些菜虫非常喜欢吃 那有些菜不见得虫喜欢吃 像A菜的虫害就比较少 湖山蝗虞也比较少 可以种 那空心菜也比较少 看你的需求 通常我们是建议你就轮流种 轮流种 然后那个 但是如果一些 你想种青江菜小白菜 这个就一定要加蝗虫照 除非是你在一开始在高楼 一开始它可能虫还不会来 那等它来了你就要 一定要照蝗虫照 那个请问 如果是种瓜类呢 搭棚子 我们的蔬菜箱 你会建议要深度够的 还是一般的浅的就可以了 那看你要种什么 像刚才种小番茄 或者小黄瓜 湿瓜一定要用那个框形的 小黄瓜用盆子也可以种啦 我们也种过 小黄瓜还可以 但如果是湿瓜 瓢瓜那些的话 就要用那个框形两层的 或是茄子啊 胶类啊 茄子用盆形的也可以种 也可以种 湿基豆也可以 那甚至于我们最近在种绿豆 红豆也都可以 因为有个学校说要种绿豆红豆 我们就自己种种看 我第一次看到绿豆 就是吃很久嘛 但是第一次看到绿豆 其实很好种 就要撒下去就长起来了 那这些像四季豆也可以种 用盆形的就可以种 说实在的 这两种 如果你要使用 一开始用盆形 它最简单 小孩子就可以玩 框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比较重 所以你如果要放 一定要先确定我要放哪里 你要先想好 否则它要动的话不好动 你如果要动的话 就要把土全部挖出来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可以种很多东西 好 谢谢大家了